日本踢连赛依然正常进行,赛事中作为现一日拼一姐的石川家纯,带领木下连续迎球。 但本次替连赛很多球迷,包括一些日本的本土球迷更加关注的不是他们,反而是被日本邀请过去的国拼选手袁雪娇,这位来自中国河南的女拼队员,此前,很日本本土运动员,以及球迷并没有听说过她,只知道袁雪娇是来自国拼的,但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。 但就在昨日,袁雪娇大发神威,在面对前世界冠军,曾经是国拼最大敌手的冯天威时袁雪娇表现神勇,此前很多日本球迷根本不看好她,更是趁她为国拼弃将,但通过整场比赛,不仅打下,更是以3比0的横扫姿态取胜,其中单许打出10比0的高潮分数。 经此一战,很多日本球迷心中是崩溃的,本以为自己国家的乒乓球,已经发展得不错了,有多挂的希望了。 但以袁雪娇在国拼的地位都有如此表现,可见国拼的地域是多么强大,而作为被日本重金邀请的袁雪娇,果然没有让人失望。 就在昨天,日平的替联赛中,袁雪娇走在俱乐部以3比2险胜对手,在关键局时,日本教练果断指派袁雪娇出场。 比赛开始,袁雪娇状态不错,面对对手台湾选手郑静怡也是丝毫不虚。 不仅出手果断,状态也是非常稳定,两人都争夺不休最终袁雪娇更胜一筹取胜,而且最后一局是11比2大比分领先。 至此,袁雪娇可谓是征服,诸多日本本土观众,同时也赢得了其他选手的尊重,其中就有被誉为天才少年的张本美和张本志和的妹妹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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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